中韩纺织工业第五届联集会议 今天上午在台北市延山饭店举行 由双方代表团团长张敏之和裴正德主持 出席的有中韩两国纺织和纤维工业界的代表72人 讨论两国纺织工业加强合作和共同拓展海外市场等有关问题 这项会议在今天上午节目之后 首先由双方报告了纺织业的概况 在今天下午他们将进行讨论提案 预定明天中午闭幕并且发表一项联合声明